本期话题 阴镜正常长度和粗度是多少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秘妙外科主任医师 我们说正常阴镜的长度 实际上我们临床叫做迁拉长 我们医生进行测量的时候 你要拿尺子顶着尺骨 并且尽量把阴镜进行迁拉 这个长度来说 实际上全球是不一样的 这种迁拉长度 实际上和勃起后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临床上定了一个 我们就是最低的这个勃起长度 也迁拉长度 以前我们定为9公分 现在我们认为就是 当你功能性长度小于7.5公分 这才叫阴镜过短 这可能才会真正影响你的性交 那么的话 我们才是临床需要治疗的情况 那么对于阴镜的粗度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还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定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细的 有些病人不满意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治疗 一般来说 我们说大概就是 如果说阴镜的周长 小于3.5公分 那我们可能就叫阴镜过短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阴镜蒸出 一些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